外界對於他們的了解 那我只能夠這麼講 今天這一家山頭五哥有一個喜歡詞 風雨家流 我相信了解孫弘跟李英的朋友 翻開歷史一看 兩年九個月的煎熬 不是一般父母可以忍受的路 那我跟我太太這幾年遇到的事情 其實不少大家也知道 那我覺得應該是交心理心、農理心 這個社會上一定還有很多在不同角落需要幫助的人 那我就跟我的太太說 那要給我看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社會做一些事情 請邀請李英、孫弘川一家三口 不要再有蒜泥說他們是要蒜泥川 我們這一部戲三個月以前就開始準備了 其實我們這個影片已經拍好了 我不想特別宣傳 因為影片拍好了影片就PO出去 所以又被寫說我們是不是一家太矯情啊 故意出來做公益啊 剛剛被告的時候用這張很大的配信牌 我相信大概80%的台灣的年輕人會這樣請 所以我們其實這不是我們的原因 然後時間也不是我們定 其實我們已經拍好很久了 那我就說可能會有一些 那種網路上的年輕人就覺得 唉唷他現在出來做公益喔 一定是來 喔因為他現在在官司 他想表現自己好像很好一樣 我告訴你喔 因為你自己 就你自己生活過得很慘 不代表大家都得要跟你一樣的理由 OK? 今天我們做這個事情 我們純粹是因為女性對的才能做 因為不要覺得說 喔好像我自己做不到 別人也做不到的概念 我覺得這是大多數的問題 就是 沒辦法認同別人的好 因為自己實在過得太慘了這樣 我覺得大多數 很多台灣的女人都是這樣子 我覺得 那我幹嘛需要在意一些 我既不認識 然後又沒有什麼膽子 在我面前講幹話的那些 我覺得我根本不需要在意那些啊 對不對 反正他們又不會對我生活造成影響 有些東西真的不適合跟大家講 因為講的就是 就像大家了解的 這個網路上有正面有負面的 那如果我不講 就不會有這些東西出來 那每個家庭遇到的難題 跟生活都不一樣 其實就是要 你必須面對 你不能逃避 只有面對兩個字 但是面對呢 又必須要有人支持 所以我 我比較 不知道 你不能逃避到 還是 很辛苦 很辛苦 很棒 嗯 很棒 還有路要走 還有路要走 這個從美國回來到現在 其實工作對我們來講 其實不是第一藥物 是重建我們原來應該有的生活 但是我們又必須面對 還沒有結束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 這些事情 就必須 你必須 每天 倒掉一些壓力 因為你不知道明天會有什麼壓力 新的壓力在你身上 我覺得比較辛苦的是 未知數這三個 比較辛苦 然後 很多事情回頭一看也就過了 但是 很多事情是不會忘掉 對 對